白宮官員說,奧巴馬總統定於下個月訪問古巴 這將會是增進這兩個冷戰時期敵手之間關係的具有象徵意義的重要步驟 美國政府一名高層官員說,奧巴馬政府將於星期四正式宣布這個決定 他表示這次訪問將會是奧巴馬總統出訪拉丁美洲的組成部分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說,奧巴馬計劃在3月21日至22日訪問古巴 隨後前往阿根廷訪問,奧巴馬爭取在2017年1月離任前 最大限度地改善美國和古巴的關係,因此公眾對他的古巴之行期待已久 奧巴馬去年表示他願意在2016年年底之前訪問古巴 但前提條件是古巴在人權方面做得足夠的改革 以及他在訪問期間可以回見持不同政見者 古巴官員尚未對有關奧巴馬訪問的消息發表評論 針對奧巴馬去年12月份的表態 哈亞拿對奧巴馬表示歡迎 但警告他不要干涉古巴內政 《音訟》 《殺色的國際性計畫》 《音訟》